有的男人认为结婚后,女人就不需要对她那么温柔了,会想都结过婚了,还怕她跑不成,很明确告诉你,这个想法是极其错误的,生活不是女人一个人的事,如果你认为女人对你的帮助可有可无的话,那我只能说你的目光太短浅了,一个好的女人给你带来的财富是你想象不到的,你想事业有成,在外拼搏,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一个稳定的家,家和万事兴,家稳定了,你才有精力做其他事。 你的妻子给你一个安稳的后方,让你有足够的精力去做自己的事,你有妻子才会有家。 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,因为结婚之后,男人总是简单的认为,有了坚持的婚姻关系,便不再需要刻意维护,两个人之间原本应该有的温馨和激情,浪漫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,玫瑰花变成了衣服上的一粒饭,可是所谓家就是避风的港湾,是可以让疲惫的你得到温暖和安宁的地方。 这样的温暖和安宁,应该是属于夫妻双方的,可是有些男人却不明白,那些曾经许下诺言,不应该只是情浓时的甜言蜜语,而应该成为两个人长久相伴的基础。 当爱情步入柴米油盐,生活就会慢慢变得平淡,但这样的平淡也应该是温馨和美好的。 如果妻子连在家都受委屈,那么当初追求的爱情又该如何自处? 爱人成了妻子,以前你照顾他,现在他照顾整个家,他付出了更多,你却没有了当初的温柔。 而且一旦决定结发夫妻,那便是相伴一生。 若妻子受到委屈,就算他想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,他也有心无力,因为婚姻是需要夫妻双方的用心经营。 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,学会给予妻子足够的关心,比如主动做家务,妻子累了帮他揉揉肩,下班回来看见他情绪低落,你凑过去抱一下他,问他发生了什么事,而不是只顾自己休息。 遇见婆媳矛盾,多听多看,从中调解,成功的男人不仅事业成功,家庭也更加和谐,因为他懂得花时间来圆润家庭的关系。 家是什么?家是夫妻共同经营的,编织的梦和苦辣酸甜的窝,是劳累一天之后可以让人得到温暖和安宁的地方。 但是,现在有一些男人没有意识到,这样的温暖和安宁应该属于夫妻双方的,每一个女人,每一位母亲都是伟大的,坚强的,值得尊敬的,所以男人请不要让你的妻子,连在家都要受委屈,所以男人请保护你身边那个江阳和你相伴一生的人。 感谢观看